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好 那大家知道了 等一下我讲的很重要 大家就要怎么样 做笔记嘛 对不对 等一下就可以得到好漂亮的礼物 因为我们神龙家呢 是 中国第一个 全球第二个 同时拿到这三块牌子的 我刚讲哪三块呢 第一个是 世界自然渔场 第二个是世界地质公园 第三个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我们的大九湖斯地公园管理局 还有我们的神龙家国家地质公园 以及我们神龙家林业管理局的部分林场 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这几个机构能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神龙家国家公园的 是包括这几个 第一个是神龙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还有我们的大九湖斯地公园管理局 还有我们神龙家国家地质公园 知道了关于就是这些文化的脉络以后 现在就要了解一下 这么棒的一个传说 我们是不是要去保护它 让它永远流传 到给我们的后代传孙 黑暗传是什么样子的作品 刚才呢 是不是有跟大家来聊 就是说呢 关于这个岩帝神龙是它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传说 那它是不是教人家怎么耕种 然后跟大家说要时同源要怎么做 非常早期的科学的一个就是先驱 岩帝是谁呢 它是我们上 远古时代就是三皇皇帝 三皇皇帝呢 而且它很重要哦 它更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 谨慎图屯的华社 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传说 可是它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记得的一个图屯 好 我们呢 各位就是小哥哥小姐姐来来来 看过来我这边 来看过来我这边 确认你喜欢看过来 有出脚的有头胸腹的有六十脚的才是昆虫 那昆虫呢可以讲不多 全球目前有一百三十万种的昆虫 那其实很多很多的还没有被我们发现 有一千万种的昆虫 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昆虫呢是有非常多样的 而且昆虫呢非常的重要 它是我们的热带之王 它会传的疾病 它会这个吃我们的稻子 这个农作物 可是大部分的昆虫都是 对我们的生活都要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蜜蜜会残粉 那可是因为现在呢 这个杀虫器啊 用的特别多 所以昆虫的数量 今天的宣讲依然非常的顺利 简直可以用高棚满座来形容 金甲村的土家族朋友们实在是好可爱 宣讲中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 最重要的是 又快到了吃饭时间了 第一次来到土家族乡的下谷坪 金甲村 不知道金甲村这边的一个美食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口味 虽然说我们是来神农家当志愿者 但是最开心又很期待的 其实还是关于吃美食的部分 下午的时候我们在村里走走 感受一下这个大山里的美好 金甲村实在是让人觉得 一切都非常的舒服又很宁静 虽然这是大山里 但是看到了电商服务的平台 觉得实在是不得不夸张 祖国的物流做的实在是很厉害 不得不让我想起了农村淘宝 或者是农村农产品电子化 而且我觉得祖国这边的一个村落的特色就是 每一个村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党的服务中心 其实这个整合的管理实在是做的蛮好的 虽然说农村这个社区的一个 透过党的服务中心管理是一种 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跟台湾这个社区呢 就是说台湾大部分都是从自下而上 由社区民众开始去做一个发展的 这算是我觉得两岸关于就是社区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服务模式 太棒了 我们终于找到一家看起来很好吃的店 说到吃水果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台湾叫奇异果 大陆叫猕猴桃 最有趣的事情是 奇异果居然有红星的耶 而且神农家的品种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奇异果竟然可以用剥皮的 因为一般来说 奇异果大部分都是硬的 很少有吃到就是直接软的 可以用手剥开的 实在是好特别哦 终于等到晚餐了 都要让我流口水了 oh yeah 神农家的美食也很有趣 通常中间都会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火锅 而且里面通常是跑跑猪 或者是跑跑牛 或者是跑跑羊 金甲村宣讲任务成功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